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硬件查谈 我是福良麦查人 本来说是给大家做一期系统安装教程的视频啊 但是我们制作的时候碰到了一些问题 那就是BIOS和PE内的操作我们无法用录屏软件去录屏 只能用相机去拍屏幕 但是我们拍完以后效果很差 虽然能看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追求完美主义的 既然我们要做就做最好 查谈查谈 坐下来慢慢的细致的把东西讲完才是我们的风格 所以我们就购置了一张圆缸的GC573的视频彩集卡 这期视频不是掐翻啊 看过我之前动态的同学应该知道 这个是我们自费从淘宝上买过来的 然后有很多小白就跑过来问我说 这个视频彩集卡到底有什么用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从我们的自身实力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视频彩集卡的功能和作用 还有工作原理 如果大家现在想去录制屏幕的画面 基本上都是去用软件去录制 对吧 常见的软件有OBS啊 GeForce Experience啊 还有微软温十字带的Xbox分享控制台啊 等等一堆第三方软件 那你要录制屏幕画面就有两个前提了 第一个是你的设备必须要能够正常开机进系统 第二个是你必须要在系统内能够打开录屏软件 这两者哪个条件无法达成你都无法录制屏幕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BIOS内这时候压根就没有操作系统 你自然没法用OBS去录屏 又或者你在PE内虽然有系统了 但是没有显卡驱动你也没法录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系统安装教程 要买彩集卡的原因了 因为做系统安装教程的话 你需要进BIOS和PE 那整个流程里就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是无法用软件去录屏的 最简单的方法肯定就是用相机直接去拍屏幕 但是这样效果就很差了 显得视频质量不高 除了这个呢 也有很多的主播会直播一些主机游戏 对吧 比如说Xbox PS4 Switch 而Xbox和PS4还有Switch 你没办法去用OBS录屏推流对吧 因为他们的系统根本就不是Windows 那自然也没办法运行OBS了 那这时候你想捕获这些主机画面 用作直播就没办法了对吧 再比如说我想用现在正在录视频的这个 索尼A7M3微单相机去做直播 把相机捕获到的画面 实时推送到直播间里去 但是微单相机本身并不能运行直播软件对吧 那这时候是不是也没办法实现 实时推流微单的画面呢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共同点没有 电脑主机又或者是相机 他们都是有视频输出信号的对不对 电脑需要接显示器 主机需要接电视显示器都可以 相机的话还可以外接监视器 也可以接显示器 那我们把原本输出到显示器的信号 从中间截断 在中间复制一份 其中一份照常的输出给原来的显示设备 另一份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 拷贝下来 然后把这个拷贝的视频信号 重新编码成视频 输出到用来采集数据的机器上 不就可以做到无法用录屏软件的时候 我们依旧可以录制或者实时采集视频信号推流了呢 而用来截断并捕获并复制视频信号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主角 视频采集卡 使用OBS这类的软件录屏去捕获屏幕 本质上是从软件层面获取的数据 而视频采集卡则是直接采集硬件 视频输出接口的信号 从硬件的层面去获取视频信号 再把视频信号返回到系统内生成视频文件 这里可能有人听不明白什么意思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假设有一个游戏主机 比如说Xbox吧 它接驳到了客厅的电视机上 它运行着游戏A 而游戏A的画面通过了一根HDMI视频线 被输出到了电视上 然后为了捕获Xbox游戏A的画面 我们把原本接驳到显示器上的HDMI 接到了采集卡的视频输入接口上 然后再拉一根HDMI 从采集卡的输出端口 接入原本要接入的显示器上 这样游戏A的画面 就会从Xbox输出以后 先进入采集卡内 采集卡拷贝一份视频信号 转录成视频文件 输出给电脑 再把视频信号发送给显示器 正常显示 这种采集卡先采集 再输出视频信号 就被我们称之为还出 还出是不会有任何延迟的 这样就可以做到 不用录屏软件的情况下 捕获游戏主机的画面 捕获下来的游戏画面 你一方面可以直接录制成视频文件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用作直播 或者推流 而如果你把Xbox换成PS4 或者Switch 又或者是相机 又或者是另外一台电脑 也就可以同样进行 硬件层面的视频信号采集了 当然你也可以去用采集卡 采集自己电脑视频的信号 不过你都能用自己的电脑 开采集卡的录制软件了 那你为啥不直接用软件录屏呢 所以用采集卡 采集安装采集卡的电脑视频信号 这个就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意思 采集卡除了用作那些 无法用录屏软件的环境下 还可以用作双击直播 双击直播顾名思义 那就是用两台电脑做直播 为什么要用两台电脑直播呢 大家都知道OBS或者B站直播机 这种录屏或者直播软件 在编码的时候 会非常的消耗系统的性能 所以它就会和你正在直播的游戏 抢电脑性能 导致你的游戏出现卡顿 或者掉针的现象 而如果你使用双击直播的话 电脑A只负责用来玩游戏 电脑B装着采集卡 采集电脑A的视频信号 然后直接在电脑B上 编码推流直播出去 消耗的电脑性能 完全不会影响到 正在直播玩游戏的电脑A 这个就是双击直播的优势了 不过双击直播的话 配置不好 很有可能会导致音话不同步 另外一个是成本也比较高 所以目前使用的主播 还是比较少的 然而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用采集卡的时候 必须要有两个设备 一个是被采集视频信号的设备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源 是提供视频信号的 另外一个是用来装采集卡 接收采集卡捕获到视频信号的电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受体 因为运行采集卡本身就需要一台 可以正常操作的电脑 所以说 如果你要录制某个电脑 BIOS的画面 用来展示 BIOS内操作过程的电脑 就是提供视频信号的源 此外 你还需要另外一台电脑 装着采集卡作为受体 来捕获这台操作BIOS电脑的数据 因此你们可以看见 大部分B站的系统装机教程 在BIOS和PE内的操作 都是采用相机拍屏幕的方式 因为上采集卡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你不仅需要一张采集卡 你还需要另外一台电脑 所以为了给大家制作一个完美的装系统教程 我们也算是下了血本了 手里这块源刚的GC573 官方价格得2000多 我们是从第三方手里不开票的情况下 1780块钱买的 正好讲到了源刚这张采集卡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目前市面上民用采集卡 基本上占有率最广的就是源刚的 源刚的采集卡也确实好用 性价比也很高 GC573这张采集卡 应该是目前市面上3000价位以内 你能买到性价比最高的一款了 它使用的是PCIe 2.0x4的接口 所以我之前讲B365那期视频的时候 谁说PCIe没用的 我现在巴不得我的主板上全是PCIe 因为现在的PCIe确实有点不太够用了 虽然我主板上的PCIe不够 但是我还是选择了PCIe接口的采集卡 为什么呢 因为GC573的性能非常的强悍 它可以在4K分辨率下 以60帧采集HDR视频 或者在2K分辨率下采集144帧的视频 或者在1080p下采集240帧的视频 最关键的一点是它支持RGB 众所周知RGB可以提高30%的性能 开个玩笑 这个采集卡本身的RGB并不能和主板的灯控同步 它只能自己跑自己的 所以为了机箱内协调整洁一点 我应该还是会把它关闭的 采集卡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把采集卡插到用来捕获视频的 也就是瘦体的电脑上 把原视频的信号接入采集卡 然后再把采集卡输出到原视频本来应该接拨到的显示器上 最后在瘦体的电脑上打上原缸GC573的驱动 然后下载安装一个Recentral控制台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就是Recentral控制台的主界面了 关于这个软件的用法我就不讲了 毕竟买采集卡的人也比较少 如果你真的买了就自己研究一下 这个软件用起来也不复杂 接下来在瘦体的电脑上点击开始录制 然后去原电脑上操作就可以了 最后回到瘦体的电脑上点击停止 你就可以在瘦体的电脑上得到一份视频文件了 当然你也可以在Recentral软件内 直接设置直播推流的URL 这样就可以直接做直播了 OK 本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算介绍完毕了 相信你在看完视频以后就知道了 视频采集卡的作用和工作原理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不要忘了关注我并速制三连 同时你还可以利用分享按钮 分享给你纠结要不要买视频采集卡的朋友 也许可以帮助他们在直播或者录制视频上 少走一些弯路 这里是硬件查谈 我是福良麦查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